大家好我是林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些不一样的学习方法 因为有家长来信问说他的孩子不懂 为什么Cat跟他的发音会有任何关系呢 跟Phonics到底可以扯上什么关系 其实就跟我们小时候念国小的时候 学注音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学注音说你知道怎么发音 等到你到国高中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要不然就请你随便乱念 一样的道理所以像这个字Cat Cat 所以你发cat Cat 你就自然发音出来了 但是因为在美国呢 有20%以上的小朋友有试字跟阅读的困难 所以在台湾小朋友会觉得哇英文好难喔 其实对美国的小朋友来说也是很难的 而大部分的老师用的方法呢 会要你写 但是写在发现其实效果不大 所以很多老师会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他会把字卡放在板子上 然后用这种磁铁让你去练习 让你拼出来 然后最后再请你写 但是呢在特教 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特教出身的 在美国呢 的特教老师 他已经不叫特教老师了 他叫做 Intervention Specialist 意思就是说 他包含了所有需要辅导的小朋友 都可以来到我们班上 所以不一定 现在在美国的特教不一定只有 比如说智力比较磁缓 或者是Physical 就是他的身心有障碍 现在的特教的班级 很多时候是 比如说小朋友程度跟不上的 或者是受到家暴的 他的精神上 心灵上有受挫折的 都会来到我们班上 曾经在我们班上呢 我自己一间小教室 所有的道具都准备好了 这个40分钟 来一个小朋友 因为他程度真的非常需要加强 下一堂课 来了五个小朋友 他们的程度OK 但是老师觉得 他还是有点跟不上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的小朋友 为什么学英文好像很困难 其实在美国的小朋友 学也是很困难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些不一样的 学习方式 在这一个呢 在美国的小朋友很受欢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沙 在美国的一元店都可以买得到 一包就一块钱 很多老师呢 喜欢把这种字卡 如果你没有做这种字卡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其他的录影 你可以email给我 我再把这个字卡给你 这是 这就是Phonic最基本的 P 马上就发出来了 然后老师会把它放在沙子上面 让小朋友去写 因为呢他们很注重 所谓的Sensory 就是你用你的手去触摸东西 会启发小朋友的智力发展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写 可 你要把他画掉 再来一次 可 也 可 但是沙的颜色很多种啊 其实就看你的学生 你的小朋友 喜欢哪种沙的颜色 甚至你可以把他用成彩虹的颜色 都OK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在我们班上也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 刮胡刀的泡泡 刮胡泡泡是这样说吗 就shaving cream 你把它放在上面 你再让小朋友去写 小朋友发出来 他就可以上去写 s u n 没错 这手会弄得很脏 但是基本上呢 厕所都不远 所以老师就让小朋友去洗手 这种非常不一样的触摸的感觉 你会发现小朋友 除了觉得很有趣以外 你也其实也刺激他们脑力的 的小小的发展 好 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呢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因为啊 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教授一再一再的强调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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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document document document 意思就是说在美国教 特教的老师很容易被告 所以不管你在今天教了什么 小朋友有哪些 举动啊 哪些问题 全部一定都要记录下来 以防有一天被告 所以在美国的特教老师 就所谓的intervention specialist 很缺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他不断有可能被打 还会被 啊 小朋友学起程度不强 校长会觉得你好像不会教 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的因素 再来呢 就是被告的机率太高了 所以 但是再不是我喜欢用这个的原因 我用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你会发现研究已经显示了 小朋友的注意力 跟他的年纪有关 所以如果他今天只有三岁 他的注意力可能就三分钟 你要三分钟马上还你活动 不然他就会失去兴趣 所以呢 很多小朋友他不愿意坐在他的位置上 写他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是chat 那我就会把他先写好 很多老师就你这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步骤做下 你会发现 我们班上有个小朋友 他是ADHD 就所谓的过动儿 然后他还有一些audits 就他 有时候情绪一来 不愿意跟你沟通 或者他很专注一些事情 反正总之他就是一个被家暴的小朋友 所以他有很多的综合体 他早上会来我们班上 下午会到公立学校的幼幼班 他已经早上来到我们联邦补助的幼幼班 下午又到公立学校的幼幼班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写他的名字 后来我发现了 每次我叫他 他都心不甘情不厌的 但是你要是注意他只有三岁四岁 所以他注意力只有三四分钟 你就请他坐下来 他刚开始的时候乱写一通 好 那后来我们越来越到后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每次叫他你就要过来 他就已经知道 好 那没关系 我就慢慢跟你做 结果到后来的最后一次 甚至他到公立学校的幼幼班的时候 他发现 老师也发现 怎么今天他会写自己的名字 因为其实这很简单 你就用荧光笔 写上之后 每天写 你不一定要写他的名字 你也可以写数字 或者你可以写Alphabet 就是 字母那些 英文字母那些 让他去描 他描不准都OK 其实目的是什么 让他学习抓笔 请尽量不要用太瘦小的笔 越大字越好 因为小朋友 毕竟他的 他的手握能力 跟我们大人还是有差 你就让他自己去选 通常就一大堆笔 让他自己选 然后他就开始描 你就记得 这些绝对不可能超过三分钟 就算他慢慢写 也不可能超过三分钟 所以他注意力一定是有的 你就每天这样写 你会发现 这样写的好处 你就可以从日期上一直去注意 他会不断的进步 等到他进步的时候 每一次有一个小进步 你让他选一张小贴子 他也知道 他在进步的 然后好处就是他 注意力可以被训练 就像我们为什么大人30岁 他可以注意力好几个小时 因为你的maturity 就是你的成熟度 跟你的注意力 是可以被训练的 那我们从小训练他 让他知道我们很在乎他 每次他有一点点的进步 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贴子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给家长看 让他知道你的小朋友 他其实很聪明 他只是有一个人在旁边 注意他鼓励他 而且注意到他有进步 那他就很愿意坐下来 跟我们一起学习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email给我 email呢 就在下面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